喜欢你吗 喜欢 你喜欢他吗 刚开始可能就一点点 之后他为我做很多事情 我也很感动 就可能慢慢就成为一种习惯了吧 是喜欢还是习惯啊 喜欢 人家要给你去山东带人家去吗 想带啊 那你怎么面对你父母呢 所以我就是想让他就是 有什么压在心里的话你说出来吗 我想让他有足够的实力 站在我父母面前 这实力是指什么呀 就是各方面让我爸妈都放心 比如说在青岛有稳定的工作 一心一意地对我好 他现在对你三心二意吗 没有 就可能有的时候会性格不一样吧 所以其实听了一圈 你有句话说得特对 就是他就仗着我喜欢他 他欺负我呗 对 你们听听老师们帮你们做做分析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现在 在用现在的这些的快乐 和相处的时光 去透支未来的痛苦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 这件事滑不滑地来 因为现在对很多的年轻的情侣来说 他们都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 会考虑未来很远的问题 未来我们分手要怎么办呢 万一你爸妈不同意 我爸妈不同意 应该怎么办呢 每天两个人就因为这些未来 还没有发生 甚至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问题 引发到现在的争吵 消耗了现在 本应该快乐地在一起的时光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分手了 在你们的回忆当中 只剩什么呢 只剩当时我们争吵的是 未来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 所以我一直提倡 谈恋爱 我们就活在当下 你之所以那么没有自信 无非就是因为你喜欢他多一些 他喜欢你少一些 他经常仗着你喜欢他这件事 而肆无忌惮 感情不是说一定是平衡的 但如果你认了 我认了我就是喜欢你多 我就这样 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 那就可以 但如果你不认 你心里是不平衡的 这段感情是一定走不下去的 同样想对女生说的就是 为什么你需要空间 两点嘛 一点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时间 第二点就是确实没这么喜欢他 他天天黏着我就是烦 也没关系告诉他 但不能藏着掖着 然后自己心里在做盘算 而不让对方知晓 其实你的爸爸妈妈 只是你的幌子和借口而已 所以现在何去何从 我觉得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 现在在一起的一天 就开心一天 之后未来的事情 至于各自的路怎么发展 那交给未来吧 好不好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莎大老师